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历的七月 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 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 许许多多的鬼怪都出现在人间了 正好比是阴间轨道里面 大概是度假的时候 都出来度假了 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 禁忌特别多 而超度的佛寺也非常的繁忙 那么就有同修来问我 这个超度到底有没有效 是不是超度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 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 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 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 非常和情和理和法 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 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 在中国翻译的大臣经典当中 记载这一段事情 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院经 这里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交代的很清楚 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 婆罗门女 光幕女 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 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 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 佛在经上书 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 必定是堕落在三国道 这些理论与事实 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 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 我们一定要晓得 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 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 明了就是佛家长江的看破 看破是把四十真相 彻底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这个叫看破 佛告诉我们 设法界是由众生 妄想分别变现出来 幻想分别变现出来 虚幻的境界 真如同做梦一样 梦中的境界 它虽然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有 但是不能说它没有 六道的状况 六道的状况 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 这妄想分别里面 又加上严重的执着 所以就变现出 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不但没有六道 十法界也没有 所以佛说这些现象 比喻作梦幻泡影 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 时间的长短 佛又有个比喻 如路亦如电 路是路水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说明它的时间不长 定是闪电 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 这是佛在《般若经》上 把这些四十真相 说得清清楚楚 这一语道破 于是超度的理论方法 都离不开这些远离原则 所谓一切罪业 都是严重的执着 在六道里面 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 虽然是幻望不实 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 还好像是真的 你比如说梦中 人在梦中 做梦 梦是假的 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 你会吓得一身冷汗 而梦中 自己还是心有余悸 可见的 虽然是虚幻的境界 感受好像是真的 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 经典上有记载 阿罗汉 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 不是凡夫 我们凡夫 过去做的这些事情 往往都忘干净了 所以还健忘 阿罗汉能够记忆 过去身中 无不是所作所为 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 无不是当中 曾经度过地狱 佛讲经说法 提到地狱的状况 他们在座下听讲 心有余悸 还会觉得 非常恐怖 甚至身体还流血汗 恐怖到这种程度 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 都绝不是假话了 佛教人不忘语 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忘言 句句都是讲的 四十真相 那么由此可知 三窝道地区 三窝道地区 是很恐怖 是很凄惨 人造作为 就会赶三窝道的境界 这个三窝道地狱 我鬼畜生 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 与他们不相干 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 佛菩萨大慈大悲 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我人 这一点很难得 那么怎么会跑到窝道 佛告诉你 自作自受 你造这种业 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 于是这种业因果报 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 佛来给我们说 佛有能力讲清楚 我们没有能力接受 为什么呢 礼仪太深了 我们很难体会 事太复杂了 要把那些复杂的事情 讲明白 讲清楚 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 于是 佛对我们的教诲 就采取精简的方法 采取归纳的方法 于是 佛给我们讲 这个舍法界 业因 是什么 佛把他归纳 归纳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输 地狱的业因是什么 成会 成性感地狱 成会心重的人 成会心强烈的人 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 成会心强烈的人 一定加上引动的嫉妒 手段就非常的残忍 造作极重的罪业 干得地狱国宝 干得地狱国宝 梦鬼道的业因 是惊叹 叹而无印 对于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的享受 占有 取得不择手段 贪心 并莫归 令是令私 你已经得到的 决定不肯舍弃 决定不肯给别人 吝啬 所以 坚贪是误鬼道的业因 愚痴是除生道的业因 什么叫去 这个愚痴呢 没有能力辨别阵望 没有能力辨别邪阵 甚至 是非善悟厉害 都混淆不清 往往 把邪恶的 他以为是好事 将正法了 看作邪法 这就是说于愚痴 愚痴是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 没有能力辨别 出生道的业因 自自然然 他就入了出生道 所以 三我道 六道轮回 是自己行业之所干 不是有一个力量 在支配 在安排 在惩罚 不是的 是业力 自自然然的交感 这个说法才是和情和理 人道 业因 是伦常 佛法里面讲的五界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中国儒家所讲的 仁 义 礼 智 信 跟佛家这个五界 内容 是相同的 人在一生当中 生活 隐形 都能遵守 这个原则 他就能够保住人身 在六道里头 可以得人身 哪里是偶然的呢 天道 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 因此条件 当然比人道又要高一层 所以天道要修 慈善 思想 行持 与慈善的条件 相应 慈善是 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语 口 不妄语 不念舌 念舌是调拨是非 不握口 握口是出淫粗暴 叫人听得很难听 不其余 其余是花音翘语 或是有意 或是无意 都是伤害社会 意义里头 不贪 不惩 不吃 这叫食善业 所有一切的善法 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 所以人能够修 食善业道 能够存四无量心 这是生天的条件 四无量心 是慈悲习血 慈无量 悲无量 习无量 血无量 叫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 修食善业道 这才能生天 除了这种五道之外 还有一个阿修罗道 阿修罗怎么来的呢 也是修五界食善 没有四无量心 所以他的古报 就变成修罗了 因为他有五界食善 所以他的福报很大 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 向福就迷惑颠倒 那么佛在经里面 告诉我们 修罗没有断贪嗔痴 以贪嗔痴这个心 修食善业 修五界食善业 他有仁天的大福报 没有仁天之德 于是和阿修罗一般来讲 福报很大 这个性格凶残 好胜基督 在夜阴里面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一类的人 好胜心很强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 很平常的现象 在法会里面烧香 他一定要烧地住香 不愿意落在人后面 一定四四度强在别人前面 他修不修善 修善 他也修极功德 好胜 这个古报 往往就落在修罗道 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 菩萨道修清下心 清虚卑下 我们在华音间上看到 你看这个五十三餐 五十三位法身大四 那都是佛菩萨 他们除世带人 接物的态度 非常谦虚 对于别人非常尊重 压抑自己 奉陈别人 哪有一点傲慢的态度 没有好胜 没有傲慢 这是佛道 那说佛 断卧修善 急功雷德 这个傲慢 好胜 不能够改过来 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 这个是六道的意义 这个是六道的意义 将社法界复杂的意义 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 是我们明了 是我们明了 古报的应有 这是修学佛法 普通的常识 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于是我们的齐心动力 自己就晓得 与哪一道相应 我们这种心 这种行为 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 去不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吧 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知道事实真相 胡作妄为 造了卧业了 多到悟道了 这个麻烦大了 他有孝子行孙 这很难得了 现在这个社会 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 地藏经上 我们看到光木女 看到婆罗门女 那是真正的孝慈 看到母亲造作罪业 堕落在卧道 全心全力 想方法来救把她 这真是 陈泽灵 她有这个真诚的心 就感动佛菩萨 来帮助她 佛菩萨 教给她方法 那么诸位要晓得 佛菩萨 佛菩萨 还是不能救护 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 教给你 你去做 我们在经上 仔细去观察 教给她什么方法 我们晓得 救度众生的方法 是无量无边的 哪个方法有效 念佛罪有效 所以教给她了 用念佛的方法 教婆罗门女 念 绝花定如来 虽然没有教她念阿弥陀佛了 教她念 教花定如来 一样 念佛 这个校女 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 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 申请 母亲造作卧业 她也常常劝告 但是她母亲不相信 不能接受 所以才遭地狱的国报 她叫她念佛 她真用功 旧母亲的心非常恳谢 她就认真拼命了 念到一日一夜 她得定了 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 她念到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不乱 是属于四一心不乱 并不是很高的功夫 但是确实有功夫 念到一心不乱 但诸位要知道 他不是凡人了 凡人的心是乱 念到一心不乱 相当于小臣的阿罗汉 这个功夫不容易 很难得了 第一章经是大臣经 他学的法门是大臣法门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不是阿罗汉 他断正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 而他修集的功德超乎阿罗汉之上 他是菩萨了 所以定中了 境界就现前了 他看到地狱了 地狱里面 守门的有些鬼王 鬼王看到他来了 向他恭敬 向他致敬 问他菩萨 你到这来 有什么事情 得一心不乱 就是菩萨了 从凡夫 他就变成菩萨了 鬼王趁他菩萨 他就向鬼王打听 他说 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 造作种种罪业 一定堕这个地狱 我向你打听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 他说很恭喜你 他说确确实实 你的母亲在地狱 但是三天前 因为你法院 超度他 他在三天前 就升到天上去了 就离开地狱 升到天上去了 就超度法 这是事实 他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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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念福 念到一日一夜 念到 一心不乱 以这个功德 回向 他的母亲 就离开地狱而生 逃离天 这个里面 是什么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个人 修行正果 不容易 他为什么 在一日一夜的时候 能够念到 一心不乱 你们大家想一想 那是他母亲的功劳 他母亲要不堕地狱 要不受这个苦难 他念福 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 虽然念不可能 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念福 念了不少年了 为什么 连个功夫成片 都达不到 别说一心不乱 功夫成片 都达不到 那就是什么 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 如果自己的亲人 非常亲爱的一人 度到阿比地狱 受这个苦难 我今天一心一意 要去救他 佛教给我这个方法 我全心全力在修 修成了 所以他只念福 能念到一心不乱 是他母亲 给他做的真上缘 他母亲不堕地狱 他决定不会有这个成就 所以你想想 归咎他的根源 他母亲帮他的忙 那么他呢 也帮母亲的忙 他做了菩萨了 菩萨的母亲 那这个鬼神 对他要格外看待了 这个就是经常讲的 七分功得了 自己得六分 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 他得一分 他得一分的荣绕 从哪里来的 女儿做了菩萨了 他是菩萨之母 所以这些鬼神 对他特别恭敬看待 不能当作一般罪人 来对待了 所以在地狱里头 请他到天上去向父 彼此都有功德 这才是个正理 我们想想和情和理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诸位 一定要明了 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 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 急功悲得 你真有心超度 你就要真心去修行 你一修行有成就 他才能得到 你一修行没有成就 没有这个成就 他也得不到福 比如你的世界 你要想让你的父母 让你的家亲眷属 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 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 成就你的德行 使这个社会上一听 这是某某人的父母 某某人的眷属 大家对他特别尊重 特别关心 特别照顾 这就是加持 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 道理也在此地 这真正是帮助他 救助他 这个道理 大家不难体会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就可以联想到 《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 你会恍然大悟 知道这个超度地缺 是有功德的 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王者 那么光悟女 这一段公安 她的修行功夫就差一点 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 她也是念佛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 她念到功夫成品 怎么晓得呢 因为婆罗门女 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 她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 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 她是得梦中的境界 也算是有成就 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 光悟女的功夫是功夫成品 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义行不乱 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 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卧道 你一心想救拔她 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 是这么个道理 你的成就就是她的成就 你没有成就 她就没有成就 这是原理 你一定要懂 这是佛在经典里面 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 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然后我们在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 谈虚老法师 在她的自传 她那个自传叫影城回忆录 是老和尚自己叙说她一生的经历 由她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记录下来 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 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 你看她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多的故事 那个时候她还没出家 谈虚老出家了很晚 四十多岁才出家 但是她在出家之前就学佛 而且很勇工 那个时候在天津 没出家之前在天津 有几个志同到货的 一块在一起研究楞严经 所以那一段就 霸宅寒窗多楞严 她有个朋友 他们后处开了个中药铺 她的个朋友姓刘 也是在一起霸宅寒窗多楞严 对于楞严经有信德 有领悟 在我们说的时候 她有一点功夫了 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 那比起光木女婆罗门女 差太远了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 她就能产生效果 她说这个刘居思有一天中午 在这个店里看店 中午客人很少 没有人来买药 生意很清淡 她就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 但是这个梦非常清楚 在这个大瞌睡梦中说 见到两个人来了 她一看这两个人在梦中的事情 是她的冤家债主 两个人是欠她的钱 欠她债务 她这个向她讨债 逼着她讨债 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 就上吊自杀了 以后她为这个事情 时常感觉很难过 她要不向她讨债 这两个人不会上吊 所以为这个事情 很愧疚 常常感到难过 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 她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 这下来了时候 大概是找麻烦的 所以也很可怕 但是看到这两个人 这个面很善 不像是横卧 不像是来害她的样子 所以她就问她 你们来干什么 这两个人就说了 我想来求你超度 她听说求超度 她的心就安了 她不来找麻烦了 不是来报复了 于是她就问她 那要怎么超度你呢 她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她说好 我答应你 结果看到这两个人 这两个鬼 柴着她的膝盖 柴着她的肩膀 升天楼 这两个走了以后 没多久 又来了两个 这两个人是 是她死了的太太跟小孩 一走到她面前 也跪到她面前 求超度 她就问 怎么超度你 也是跟上天 你答应就行了 也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到膝盖 踩到肩膀 升天楼 记载在 引尘回忆路上 这就说明 超度必须你自己 有修学的功夫 你没有功夫 你凭什么超度别人 他这个功夫 就是霸宅 寒窗 多了年 人家有了这个功夫 有了这个道理 就能超度 家庆 眷属 能超度 这些有缘人 你要没有这个功夫 不行 我们可以把这个引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和起来看 对于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就更肯定了 至于 现代 佛门里面 大规模 这种超度的佛寺 在过去没有 我在学佛早期 对这个问题 也有疑问 我曾经拿这个事情 请教道安法师 早年 我跟道安法师 处得很好 道安法师 在台北 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 请我担任总组奖 我们相处不少年 最初在松山寺 以后 已在善导寺戈壁佛教会的楼上的大讲堂 学生最多的时候 这个北部地区 北面从基隆 南面从新竹 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 上一次课 学生最多的时候 差不多有八百多人 这是佛教会一桩圣词 道安法师是负责人 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 那么我在里面担任讲座 他给我的名义 总组奖 当时还有印海法师 这个知遇法师 我们这几个人来负责教学 我向老法师请教 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 他想了一下 他说 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是唐明皇 在那个时候 安死之乱 顾自义 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 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 建立一个寺庙 叫开元寺 开元年建建的 都叫开元寺 建这个寺庙 目的就是追导死难的军民 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 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导会的意思一样 请这些高僧大的送金败灿 回向追导 是个纪念的一事 国家来提倡 国家这么提倡 到以后民间慢慢的 也就有这个事情 也就是请这个法师 大德 送金 拜灿 超度 祖先 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记载的很少 开元以后确实 那么发展到现在 完全变直了 怎么说变直呢 以前超度 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 一年也不过一两次 很少 主要的呢 主要是讲经说法 临终修行 所以寺庙叫道场 佛教在这个世间 它是度人的 不是度鬼的 是度活人的 不是度死人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的 所以从前这个寺院 丛林里面 一般的活动 二十奖金 二十修行 这个二十 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 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 古印度人将一周夜 分成六个时辰 那是昼三十 夜三十 白天这三个时辰呢 它叫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这是白天 夜晚呢 是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这是夜晚 总共分六个时辰 那么在中国古代 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 是十二个时辰 比印度就小了 我们用紫丑 银毛 沉思 五位 用这个分 十二个时辰 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 是采取西洋的 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 分得更小 一周夜分为二十一个时辰 我们称的做小时 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 我们称作小时 为什么呢 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 两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 那么你就晓得 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 二十奖金就上扩 就是现在的八小时 寺院是学校 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 出家人常住 居室也是常住 居室那个时候将到寺庙里讨金丹 讨金丹就是我要听着一部经 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 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 如果讲一部大经 像讲一部华严经 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 我想学这部经 听这部经 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 所以叫讨金丹 就是报名 那你核准同意之后 你就可以在那里住一年 那么在寺院里面 在家再家人 当然也有一点供养 生活费用的供养 同时常住的工作 像扫地 整理环境 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 你在这个地方安心的休息 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 真的是到场 一天除了八个重点听课 研究讨论之外 还要修行 修行用什么方法 大概方法很多了 总不外乎两大论 一个是念佛 一个是参禅 所以有禅堂 有念佛堂 那么禅堂里面 叫你去打坐 早晚在那里打坐 大概也是八个小时 你步入禅堂 你去念佛堂念佛 那也是八个小时 你们想想看 一天在学术上 我们讲接门八个重点 行门八个重点 剩下八个小时 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 这里面还包括吃饭 包括所有的活动 所以那个道场里面 学义修 人没有妄想了 没有时间打妄想 所以它的效果 住住 这样到住上三个月之后 人的气质就变化了 为什么 没有时间打妄想 没有时间生烦恼 不是在研究讨论 在天津 就是老师念佛 或者禅堂静坐 能受到效果 但是现在一般寺院当中 没有了 接门没有了 很少奖金的 行门也没有了 顶多听说 每一年打个佛棋 打个禅棋 点缀点缀 以什么为主呢 以超度死人为主 完全颠倒了 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 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 这变成宗教了 以前是教育 现在变成宗教了 这个现象 怎么发生 怎么演变成这个 我们也要知道 也要明了 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 学什么 要清楚 我们接受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我们在现前 要改善我们的生活 在将来的时候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 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 我们要突破时空 受发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 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科学家已经证实 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这个说法呢 也正好像佛家讲的 摄发界 摄发界是一个 十种不同的时空 佛教给我们突破 突破六道 突破摄发界 我们才能够证得一阵法界 这是我们学佛了 这个是应当知道的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 有没有效果呢 不能说没有效果 最重要的是主罚的这个人 主持超度的这个人 他如果是有秀有正 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 你想从前梁武帝 梁黄灿就是这么来的 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 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我道 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 请保智公来主持这个超度法会 以后记录下来 就叫做梁黄灿 梁黄灿的序文里面 记载得很清楚 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 将梁武帝的妃子 从卧道超度到套利天 这些这类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 这个主罚的人要有秀有正 那么降到现代 现代有秀有正的人没有了 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 我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德能 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 我也不反对 过去还应馆长 我们有这个道场 我们诚心诚意来做 本着真诚 诚就能感应的 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 有三次超度发挥 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 虽然到不到古时候的标准 古时候是八个小时讲经 八个小时念佛 我们做不到 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 一个半小时 内部同修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 勉强还像个样子 念佛我们总要求不中断 所以每一年清明 终于冬至 我们做三次祭祖的发挥 我们说祭祀的祖先 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 我们牌位早写好了 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 一律平等 所以我们共地牌位 是百姓祖先牌位 小牌位是按照德加信息的 我们是做平等法 不会大牌位多少钱 小牌位多少钱 没有 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 没有勉强的 也没有什么规定 那么在我们基金会 是完全不收费 供养这个牌位一分钱都不收 我们一年做三次发挥 那么近代 因为这个社会动乱 死难的人太多了 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十七年 诚心诚意 超度这一个月当中 一起死难的这些约会 这是我们这个道场 现在附带着的 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 做总比不做好 只要尽心尽力 诚诚恳恳 一定会有感应 好 谢谢 诸位同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